三重区陈德里善用里内的植物银行 摘采多样的香草植物 自制第二代的防蚊液 不但可以利用气味驱逐蚊虫 还添加了中药材 不少里民用过之后都觉得 除了防蚊还有活血的效果 三重区陈德里乐行的聚工分工合作 利用里内植物银行的香草 再结合合适的中药材 制作成一罐罐夏天最适合的防蚊液 被蚊子叮咬了以后 会红 会肿 会痒 然后我们就加上一些中药 然后加上香草植物 然后一方面就是蚊子不要再来了 二方面就是让它消炎 消肿 然后而且重点就是 因为全部都是纯天然的 由于里内种植的香草植物 种类相当多元 因此每一次制作防蚊液 所添加的成分也略为不同 这次的防蚊液除了驱蚊 还有其他的功效 我们除了做菜泡茶之外 然后就是拿来做防蚊液 那二方面呢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每年 我们里办公处都要做 登革热的防治防疫宣导 所以呢我们就利用这一些香草植物 来做防蚊液 然后达到那种宣导 那个登革热 而且让我们的城德里乡亲 还有一些像学校团体啊 我们就是做环境公民教育去推广 就是防疫登革热大家一起来 不少里民用过之后发现效果不错 尤其里内自制的防蚊液味道清香 夏天涂抹又有凉凉的舒服感 纷纷向里办公处回购 其实网路上也有很多自制防蚊液的配方 分享如果民众家中有种植香草植物 不妨自己试试看 既可以好好运用这些植物 也能体验动手做的乐趣 记者方坚凯林锦宇三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